催生了好多年的國家攝影博物館跟大學攝影學系 一直得不到政府的重視 今天多位國家文藝獎得主包括了林懷民、張兆棠、莊林等重量級大佬 還有許多文化界的人士他們連署聲明 要求文化部盡速成立國家級的台灣攝影博物館 林懷民也公開呼籲政府應該藉由全面提高免稅額度 解決文化部門預算不夠的囚禁 早期台灣許多珍貴的影像 隨著老一輩攝影家的磁事 作品的保存成了家屬們棘手的問題 再加上以前使用的在陸陸片 底片會自然 台灣海島型高溫高湿的氣候 更嚴重威脅這些寶貴的台灣資產 一文件人士大聲疾呼 成立國家攝影博物館不能再等了 底片變成這個樣子 收藏或者保管 這樣還要靠私人民間慢慢一個一個向國客會申請 不見得還通得過 那這些那麼好的一個台灣資產的東西 難道我們就要看著它不見了嗎 搶救這些即將消失的影像刻不容緩 攝影影像的研究教育也很急迫 張兆棠說 攝影是台灣文化最好的軟實力 也是農營台部長口中 泥土化國際化雲端化產質化最適合的主題 對於剛成立的文化部林懷民也說政府不能一再以沒錢作為推託之詞 馬雲九先生說了我讓我嚇一跳的話 他說 龍映台是一個五米能吹的巧妇 我只在這裡呼籲 馬先生和政府要全力的來提高民間的免稅的額度 文化部的錢撥的不夠 然後又有那樣的一個雄心要做文化大國 那一定要在體制上面做個改變 讓民間的活水進來 台灣攝影界吹升國家級攝影博物館近二十年 有攝影家開玩笑說 連鳳梨書博物館都有了 文化部應該趕緊提出具體的規劃 如果未來這個台灣電影文化中心成立之後 它是否可以釋放空間 這個我們也會提出這個可能性 文化界人士質疑 雖要文化立國的台灣 連攝影家的底片都沒辦法好好的被保存 相較於全世界一百九十七個國家 有一百五十多座的攝影博物館 他們呼籲文化部應該盡速編列預算 成立國家級的攝影博物館 記者陳舒均 蔣榮祥台北報導